肝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毒器官,参与着人体重要的新缠代谢,因此,它的正常与否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。 现代人们的作息习惯和生活规律都不合理,就容易造成肝脏的受损,增加肝脏的负担,造成肝脏的损伤。 中医认为,肝脱筋,七华带长,双手是人体健康的晴鱼表,想知道你的肝脏是否正常,一般从双手上可以观察出来。 手部轻轻暴露当肝脏发生病变的时候,由于经脉回流阻力增大而发生曲张,出现皮肤的紧绷感,手背上会轻轻暴露。 这时候要注意了,就是很直接的说明肝脏不好,并且这种人还很容易发怒,暴露。 指甲颜色,替肠中医认为肝脱筋,指甲是筋的一部分。 所以毒素在肝脏蓄积时,指甲上会有明显的信号,如果发现指甲上有凸起或下陷的冷血,应该平时肝脏有异常,而肝气郁节也会影响指甲的正常色泽,出现指甲变化。 指甲凹凸,或者有一定程度发黑等色泽,指甲有树条啊指甲上有树线或是凸起的冷血时,是肝血不足的表现,也有可能是肝光能出现了异常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检查一下,出现肝脏手掌两侧大小有击的皮肤如出现充血,红色斑点,按压后变成苍白色,松手又恢复到正常的状态。 这被称为肝脏,在有些情况下不仅手掌有,脚底也会有,肝脏是慢性肝炎,肝影化的很重要的标志。 肝脏对于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,那平时我们要远离哪些伤肝食物呢? 一,油腻食物,食物中的油分多果,对于肝脏很有害,经常食用高脂肪,高油类食物,不仅会变肥胖,还会使肝细胞的脂肪堆积越来越多。 长期的高质饮食,会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,形成脂肪肝,脂肪肝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疾病,比如糖尿病等等,这将导致连锁反应,对健康产生危害。 这类食品通常不容易被消化,肝脏作为我们的解毒和代谢器官,如果摄过多,长期下来,就会使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。 二,加工食品,各种便利食品如方便面,香肠,罐头等食品,都可能将有防腐剂与食品色素等,经常食用会加重肝脏代谢和解毒功能的担负。 长期以往毒素累积肝功能就会受到损伤,尤其对于肝脏解毒能力较差的患者来说,则会带来不利影响。 还有盐质类食品也最好少吃,它们中含有大量的压销案,很容易诱发肝癌。 三,酒精,大家都是喝酒伤肝,这是由于酒精的中间代谢产物以权,可直接耸伤肝脏。 酒精饮料对于肝病患者来说有直接的危害,因为酒精直接刺激肝脏,产生不好的影响,加重肝脏负担,如果不及时,而又发酒精肝,脂肪肝以及酒精性肝炎,肝抑化甚至肝癌等。 四,烧烤麻辣烫,胭制品中含有大量的压销酸盐,吃多的话,很容易产生压销酸案。 这是种致癌物质,在现实生活中太常见的,我们工作聚会,好像吃这些的也比较多。 它的味道确实非常好吃,但是研究发现烟熏,烘烤后的食物,含有具有致癌作用的物质本病皮,这种有毒物质进入体内后, 需要肝脏的超负荷运转进行解读,这样也很容易导致肝病加重。 坏简单看不懂,有疑问,来肝局客吧,专业私人医生实施咨询解答,搜索肝局客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